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你不想躲 是你无法拒绝爱的诱惑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何必怨恨那青春的脆弱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何必在意那过期的承诺 承诺 你的心窗帮一切都告诉了 我 不是你不在意 不是你不想躲 是你无法拒绝爱的诱惑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何必怨恨那青春的脆弱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何必在意那过期的承诺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何必怨恨那青春的脆弱 爱也爱过了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何必在意那过期的承诺 再往 这款信用是你经收的吧 有问题 好像没有收款回职啊 哦 我回头补上 满意了吧 哎 各位 这可不符合处理的规定啊 入账单据要一清二楚啊 跟我较真是不是啊 刘副处长正在外面学习 准备听局级的招聘考试 你就为这点屁事去打扰他 这我可不敢负责 哎 要不咱俩一起向凌处长汇报一下 老马 你别跟我兜圈呢 咱们都是搞财快的 心知肚明 你不就是想抓我一个动用公款的小辫子吗 各位 我可不是对付你 我是担不起这一责任 行行行 别说了 我负责审核的时候老马 我可发现你不止一笔两笔了 我怎么了 我还不都是稀释宁人吗 哎 我是体谅到你老马家的难处 谁没被手头紧的时候 再说了 也不违反大的原则 你想咬着我不放 那行 你只管汇报吧 老马去吧 那要林处长够你钱 那要林处长够你钱 老马 我劝你 看清形势 别一口一个林处长啊 拿来洋人 要知道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哥文老师 嗯 我爸刚才来电话 说想见见你 嗯 都提我每爷俩去 那还不说 那我先走了 再见 那 哥文 我看这事先缓缓 等你把手续补齐了 告诉我一次 好啊 哎 喂 小李啊 待会儿你中午早点儿出来 到范子庆的影龙前等我 咱们去把那婚纱照拍吧 哦 这次是诚心的 不管范子庆在不在 婚纱照一定拍 而且拍得让你满意 王女士 看 这个发型叫平松 性感而平放 怎么样 难以吗 哎 哎 王女士 王女士 对不起 哦 我是问你 你觉得这个发型怎么样 嗯 太夸张了吧 我不太适合这个发型 哦 哦 哦 嗯 嗯 那你 嗯 嗯 觉得想要个什么样呢 嗯 简单一点的吧 不要这些东西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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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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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今天在吗 哦 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哦 这套多少钱 八百八 赠一套镜框 太贵了吧 你怎么能说话呀 我们都优惠到这份上了 怎么还能说 是宰人呢 老青 怎么能对客人这么没有礼貌呢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说话不妥当 没关系 杨先生 怎么 不欢迎我过来消费 当然欢迎了 我们才刚刚开业 有什么不周之处 还请多多指教 没想到 范先生独立创业了 有魄力 恭喜开张大集啊 小本经营 让你见笑的 怎么 小李没来吗 哦 来了 在里面做发型的 原来我们拍的那套婚纱照 我老婆一直不满意 今天到你这儿来 特意补拍一套 是这样 小青啊 把钱退给这位先生 可是老板 我票都已经开好了 这你就不用管了 再有 以后别再叫我老板了 听着刺耳 那可不敢当啊 你是在做生意 我和小李是你的顾客 怎么能让你白做呢 你和小李能来 就是给我面子了 钱我不能收 你要是不收钱 那我们就只好走了 那我们就只好走了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你和小李能来 那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啊 再要我收钱 那不是骂我吗 骂你 我怎么能骂你呢 你我虽然不是朋友 但因为小李而认识 也是 算是老熟人了嘛 我今天和小李来啊 就是特意来上门照顾你的生意的 这也是我们一片心意啊 范先生 你可不能不领啊 啊 怎么样 犯了吧 我老婆漂亮了 漂亮 漂亮 今天 我来跟你拍回车照 签吧 好 超约 ahí 谢谢 太紧了 什么 你说什么 摟得太紧了 镜头里更好看 不会吧 不好看怎么会呢 范老板 我们这儿拍的结婚照 摟得紧点 亲密点不是很自然 对吧 先生 梁先生 我是摄影师 我必须对我的照片的质量和效果负责 好啊 来 还有什么邀请吗 来 预备 来 稍微转过来一点身体 对对对对 头看这里 看镜头啊 头 杨先生 头 头对 看这里 稍微分开一点好了 稍微分开一点 还紧啊 预备 范老板 不要动 不要动 杨先生 杨先生 不要动 我们拍结婚照能松开吗 这楼的紧一点是很自然的 好 稍微看一下啊 总快一点 嗯 饭老板 范大摄影师 你折腾我们半天了 你什么时候都摁下你手中的快门拍第一张啊 啊 有没有准啊 好 喊 对 都看这里 来 预备 保持啊 不要太紧 不要太紧 来 预备 三 二 喂 你好 小宋啊 是啊 我就在附近 对 真的 好好好 我马上就回去啊 好的好的 来来来 你抓紧时间给我 给我们拍啊 我还有急事呢 你先把我们俩的合影拍了 小李那一会儿你单拍 行吗 来 追 对不起 我先走一会儿 看来我还应该谢谢亚哥的 谢谢他把新娘都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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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这个时候打倒你不会介意吧 什么话当然不会 今天中午林处长找了我一趟 请我吃了顿午饭 他主要是想通过我爸这边了解一下 这阵子到底是谁在他背后搞小动作 听他的意思 他好像一直怀疑你在家嫌报复他 恐怕不止我一个人是他的眼中丁吧 他这个人飞扬跋扈 这些年挤走了不少人 树敌太多 迟早要骚报应的 我也觉得他挺过分的 简直有点变态 你说连小丁那么老实的女孩都被他撵走了 他也是感动不敢言 他也真够可怜的 你说这林处长为什么就这么绝情呢 他搞小动作把小丁挤走 无非是想安插一个人机会 我听人事上的人告诉我 他想吊进来的是交线水利系统的一个出纳员 该不会跟他有什么瓜葛吧 卑鄙 我有种感觉 他不惜触犯重度 花大力气吊一个人进来 而且又不是通过正常渠道 不可能和他没有厉害关系 会不会是他们家亲戚 对了 小丧 老马最近有没有替他家什么事 老马私底下说 他们家那傻儿子吃饱了一份婚 把老伯母给骚扰了 还得林处长赔了人家两万多 哦 是这样 那八成这事和那傻儿子有关系 那个乡下女的二十多岁离过婚 会不会是 给你傻儿子相当对象 不清楚 不过肯定他和老太太背后一定有猫腻 要真是那样 非得像上级反应反应不可 怎么能把机关当成他们的嘉天下了呢 哎 小松 咱们随便聊聊 不管咱们的事 你可别义愤填膺 真的去告他一状啊 你是不是被他整怕了呀 怎么一点正义感都没有 不是 我觉得 他要是犯了事 自然会有人收拾他 咱们这当小科员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那可不行 那你说怎么办啊 咱们又能怎么办 咱们这些小喽嚣能干什么 哎 不说了啊 小松 到了 嗯 到了机关 咱们可别议论这些是非啊 嗯 行 再见 谢谢 嗯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跟他一起到我这儿来坐车上 是他跟我示威吗 小敌 你难道一点都不考虑我的感受吗 啊 你知道当一个男人看见自己心爱的女人 对另外一个男人在自己眼前抱在怀里是什么 感觉 嗯 嗯 小敌 你 你快走在那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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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敌 对不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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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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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总是被人家的 我要你离婚 我 离婚的 我 我 我是 你知道的 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他的妻子 你是他的妻子 你是他的妻子 他是你的照顾 那我 那我 我是什么人 我算什么人 我是你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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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什么东西 里面怎么回事 范先生跟客人在里面吵起来了 你还在一起 我想能够 能够天天能看见你 不 不 我做不到 小李 你知道的 我爱你 不 不 不 小李 小李 子清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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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但对范子庆来说又公平吗 在这温暖的阳光之下 我的思维和内心却如此的冰冷而混乱 董文 现在有时间吗 什么指示 你别开我玩笑了 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 最近有些事啊 我想单独的找你聊一聊 消除一下咱们之间的误会 要不咱们出去说会话 这不就咱们两个人吗 有什么事不能在这儿说啊 你知道林处长的事 可能已经惊动了厅里面 是吗 算了 咱不在办公室聊这些闲事了 王医生 你好像有些不一样了 什么不一样 你有心事 最近家里事情多了一点 你丈夫为什么没来 那天回家 我跟他说了 我说我看见他那样了 让他过来看病 他马上脸色就变了 因为他一直认为 有病的是我 现在他突然变成病人了 他还会愿意过来吗 我没有说他是病 不是 正常人 会像他那样吗 要不是他有那样的变态行为 我怎么会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你们一开始 夫妻生活就不和谐吗 不是 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和谐 是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每天都能感觉到他的爱 我们几乎每天都盼门夜晚 因为你到了晚上 我们就可以亲密地在一起 拥抱彼此 融化在幸福当中 那后来是什么原因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的时间好像到了 我先走了 麻烦你回去 跟你丈夫说一声 我请他来 不是以病人的身份来就诊的 我会转告的 不过来不来 那是他的事了 那 你可不可以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我来给他打电话 那我回去问问他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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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们三个人 与其大家都痛苦 还不如就牺牲他一个 不行 我不能伤害眼隔温 小丁 你找我有事吗 杨老师 杨老师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我做梦都是她在狠狠地训我 话太难听了 我真受不了了 姐爱爱了她的事 干脆辞职 给她让出为之算了 小丁 你这么软弱 我怎么帮你 这是机关 不是谁家的后院 可以为所欲为 你要相信组织 只是 你反映的情况没有抓到证据 还有个事 不知道没有用 我求管当的大姐 帮我了解情况 她说林处长调来的那个女的 文凭可能是假的 工作经历也有伪造的痕迹 只是她不敢说出来 真的 你总算找到顺腾摸瓜的疼了 这事确实吗 这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 我怎么敢瞎变 这就是原色问题了 只能由上级纪检部门来处理 小丁 这就全看你了 你明白吗 就看你有没有勇气 扫不下去 你是说 举报她 你也可以选择自动临时回家 不 我绝对不会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家的 我没那么好欺负 吐得急了还咬人呢 妈妈妈 你看我拼的 涛涛的手真巧 拼得真好看 再继续拼 我拼得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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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头 我欣贴 就张超 我拼得真好看 老师 我拼得真好看 有作品 和你拼 然后 La 받 原来是这个字 我才学过 这是分 这是分字 来 妈妈有 你来抓 怎么又是一个分字 我来摇 妈妈来抓 好吗 是啊 回来喽 爸 爸爸 你怎么才回来 我要让你陪我玩 高文 我帮你热饭去 不用 我有话跟你说 老头 去找奶奶玩去 好 我终于抓到这个老毛头鹰的把柄了 什么毛头鹰 你指林处长 这是我搬掉压在我心头上 这块大石头的机会 我不能再凑过了 什么把柄 你逗得过人家吗 他起码有 寻思舞弊的嫌疑 我看他是为了他那个傻儿子 操心操得晕了头了 算了吧 我帮你热饭去 我得马上出去 刚回来你要出去 刚回来你要出去 我要上一个同事家所有 我要上一个同事家所有 我赶紧 我给你热饭去 那么就还请你热饭 踩我这辩饭去 付出了 给你儿子带了一套 太客气了 你太客气了 快坐快坐快坐 你太客气了 坐坐坐坐 妈妈 别让嫂子忙活了 你吃 过去为了工作 咱们有些误会 我这人性子急 妈妈 别往心里去 高文老弟 你别介意我多事就行了 哪能 还不都是在哪座山 唱哪首歌 都是拿工资吃饭的 何苦和人作对 是啊 葛文的 别看我们老马资格老 文化水平了 还真不如你们年轻人呢 嫂子 可不能这么说 我今天来还真有事 向老兄请教了 忙你回去吧 好 你慢慢聊 喝水 嫂子下岗了 家里有什么困难 尽管说 谢谢你看得起我 为了我家这唯一的饭碗 真我是谁都不敢得罪 谁都不会怪你的 老马 这林处长最近 怎么老是反复无常呢 一会儿萝卜 一会儿大棒呢 到底怎么回事 这 喝水喝水 老马 晚上没什么事 咱们俩出去坐坐 好 好 来 老马 老马 你听说了我 最近有人向上举报老林的问题 把你也烧带上了 不会吧 那不干我的事 我能私下来找你 就是想给你提个想 别陷得太深 我也是念在你以前 帮我的勤奋上才来的 我听林处说过 不会是你在搞什么名上吧 你想 我会笨到不打四招吗 我这回去山湾的水库 在工地上见到了你给老林 打的白条 做的假账 那些条子他们还留着 人家凭什么 不给自己的油条后路 说真的 我一回来 听说有人告状 我就心里 真为你捏了一把汗 老马 万一他真出了事 你犯得着为他垫背吗 我问心无愧啊 我上来领导的指示办 就算有错 追求下来 他也轮不上我 老马 你也是机关的老人了 怎么在大师大飞问题面前 这么天真的 你听说过替罪羊 没听说过替罪狼吧 各位 你要真心帮我 你就告诉我那些白条子 现在在谁手上 别担心 我已经把那些原始单据 封损起来了 你对我不错 我也不会不仗义的 那我该 你要我怎么做 不忙 咱们俩找个地方喝点酒 边喝边聊 你怎么连头都不回啊 你怎么知道不是小李 我知道小李不会来事的 你来这儿有事吗 没事就不能来了吗 能 大老板 吃晚饭了吗 还没呢 你是不是给我带什么好吃的回来 什么呀 我好像 闻到一股红烧肉味啊 那是我给自己准备的晚餐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给我带的 拿到我这儿来干嘛 我拿出来了 就在这儿吃啊 要不就在这儿凑合吧 我先收拾一下吧 算了 便宜你了 要不是我约的人 临时有事来不了 你也能够帮我吃啊 我呀 有口吃的就行 随便你吃 你也没吃的吧 你吃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也能够帮我吃的 你也能够帮我吃的 我去吃的 你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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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胡说 我拿走到了 你再胡说 这个绝对不是在外面 山菜馆买的 肯定是你自己做的 不 这么闲哪 你想厚扰我呀 你骗人 我 我在家这儿的菜谱 累了三天呢 没想到还是这个效果 真是太失败了 没关系 反正我饿 吃什么的好吃的 不过以后别再这么做的啊 怎么了 你嫌我手艺不好啊 我胃口没那么焦 你这两天 别碰凉水 别麻烦 没事就滑上草在床上 歇着 别再下热热了 范子清 你这个人啊 对人坏起来让人受不了 对人好起来也让人受不了 小李跟你说了吗 为什么呢 我想 跟你一起经营这个影楼啊 没有 那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啊 我刚跟你说这事啊 你以前认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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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马 老马 这话 好像不该你说 林处长 对别人怎么样 我不知道 对你也不薄啊 而且你好像也里里外外 弄他这么多不少事啊 嗯 这话 我只跟你说 你可别往外喘啊 林那家保姆那档子事啊 就是他找我出面花钱摆平的 哎 哎 我也是看他 被那小子整得怪可怜的 哎 那小子他也是个大小伙子了 你说 他哪根弦一转金 硬是把人家保姆给搞了 啊 那人家家属能同意啊 啊 他来找我商量 对我也是没办法啊 哎 哎 不该说的话 别跟我说啊 免得他的事情将来烂包了 查下来说我知情不报 喂 小李 你今天找的婚纱照 我已经赶出来了 照片就在我手里 你现在过来去好吗 现在 太晚了吧 不晚啊 现在才八点刚过 要不过来接你 不 不用了 那好 我在引导等你 把你描述 dzięki 把你带来 在一起 开始 你 我 那些人 细细拒绝多甜淡淡的忧伤 这种不断痛留下些无奈遗憾 希望明天不再是那样的痛苦 爱是你 但没有你是美丽的那种 爱是你 快充满深情 生意的魔法 就让我们的明天从今天开始 在你的脚下 在我的手上手上 轻轻逐动着珍藏的青涩昨天 心中玫瑰还在体力飘向你 好是清晨你在昨天照亮灵灯 明天的天空一脸充满了阳光 我沿上了岁月的无情画面 细细拒绝多甜淡淡的忧伤 心中不断痛留下些无奈遗憾 雪藏的虽然这种 爱是你 但没有云诗 美丽的道权 爱是你 快充满深情 旋律的魔法 就让我们的明天 从今天开始 在你的脚下 在我的手上 让我们的明天 从今天开始 在你的脚下 在我的手上 手上 在你的脚下